搭配中央振兴五倍券苗栗县政府加码推出苗栗旅游节抽奖活动 成功累积超过6亿8千万元的消费金额 感谢民众为地方来拼观光县府特别举办的颁奖典礼 由县长徐耀窗亲自颁赠汽车电动机车 还有10万现金大奖让幸运得主开心带回家 中奖新额一一上台领奖将汽车电动机车以及10万现金带回家 促进观光产业复苗栗县政府推广在地景点美食以及文化 加码中央推出苗栗旅游节消费抽奖活动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累计消费总额超过6亿8千万元 感谢民众热情响应 县府特别举办颁奖典礼 恭喜在场的候奖的各位贵宾 能够带那么多的一个 只要500块就可以抽奖 能够在6亿8千万的额度里面 能够获奖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再次表示恭贺也谢谢你 单笔消费满500元 凭发票或收据登陆官网就可参加抽奖 516组中奖名额透过线上直播以全数抽出 集中夺得百万休旅车的朱小姐 从新北市搬到竹南因天购家具而幸运抽到最大奖 当下袭击而弃 也打算把车送给父亲当礼物 我就觉得蛮意外的 当下心情 就蛮感动的 就立刻就哭了 未来这台车也会就是带着家人一起趴趴走这样 会给我爸爸开 因为太大台了我不会开 四台机车 我未来会骑着 或者把苗栗的旅游景点玩透透 我也想把它存起来 然后就是可能会 以后可能会存钱买车之类的吧 县府积极推广县内丰厚产业特色 以及优质旅游景点 获得民众热情支持 议长中东景肯定赞许 除了县长的能力 还有他的见识 加上我们厌府的努力 这几年观光 不管是三亿南庄的曼城 我发觉去卓兰 那天去那个什么自然圈 那个卓兰的露营 跟他那个很多休闲农业区 也都办得非常的有声有色 而且有很多年轻人 真的很有想法跟理想做得很好 苗栗旅游节成功带动整体市场活力 更欢迎幸运得主继续倡游苗栗 感受客庄旅游魅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